大家好,我是阿貝勒 今天我要來跟大家一起做夏日午餐 現在義大利夏天超熱 白天的時候大概都已經是 30、12度以上的高溫了 尤其是週末 大家都往海邊跑 所以午餐通常能吃 多方便、多簡便 就盡量多簡便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紹一個 很簡單、很方便 就是運用現在義大利所有當季食材 算有點像溫沙拉拌義大利的概念 我會先用當季的小番茄 這是我最愛的Daterine 早醒小番茄 再跟當季的一些蘿勒 和蒜頭 我還在考慮要不要放櫛瓜 義大利非常夏季標準的蔬菜 然後呢我會再跑一點 上一天的臉書發文有PO出來 一個在Battiparia來的客戶 他帶了他們那個 Battiparia算是南義很大的 很重要的一個牛乳產區 像水牛乳的產區也是在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的Mozzarela非常有名 他有各式各樣的乳酪和辣椒 然後今天我要用其中一個 他是羊乳瑞可達 有餐辣椒的羊乳瑞可達 原來他是紅色的 來做這道溫沙拉拌義大利麵 非常快速美味的夏日午餐選擇 烤箱開200度風扇預熱 然後我在烤盤上面先灑一點橄欖油 我今天要做兩人份 所以我這邊洗了25顆左右的Batterini 小型小番茄 拿出一刀 直接開始切 切就半 然後就丟在烤盤上 非常的簡單快速 讓他們有一點距離 這樣烤的時候 空氣流動 然後呢 不要忘了我是蒜人 所以我一定要加 大概三瓣蒜頭吧 加個味道 我會切半啦 再用牛排刀切半啦 隨便安插在 板茄裡面就好了 非常要快速 接下來呢 我們在表面再灑一點油 OK 用的是海鹽片吧 是海鹽片 這樣大概這樣 啾 乾燥奧樂乾來增香 所以下面我會 再灑一點點的奧樂感 OK 小番茄的調味道 這邊就完全結束 非常非常簡單 就是四樣 不用到完全乾扁喔 你只要稍微出汁軟化就可以了 好 我們現在進烤箱 我今天想要用短型麵 因為是沙拉式的兩拌義大利麵 所以用短型麵會比較適合 我今天想要用這個 滑麵的血皮管麵 合掌 合掌份量 所以應該再一小撮 大概是 這樣會這樣 兩人份煮這樣好 你要想它 水煮之後會Double 所以它的麵應該是到這個地方 加上料的話這一碗就滿 OK 這個麵要煮十分鐘 我們會煮滿時間喔 等一下是要直接 所有的配料拌在一起 不會再繼續加熱麵型 所以你的麵要煮熟 我會煮到大概八到九分鐘 做沙拉的畫面要煮熟 我們的小番茄烤好了 總共烤了十五分鐘 兩百度 那這個時候小番茄已經 它的果汁已經被非常好的濃縮 鮮甜味會更明顯一點 而且烤箱烤軟的蒜頭也非常非常好吃 首先我們把烤好的小番茄跟蒜頭 通通倒進來 放部分的果汁跟鍋底的油 然後合在一起 然後我們再酌量加一點橄欖油 如果高興的話 你可以在手裡面這樣子揉一揉抓一抓 抓這樣香會更好的四方出來 然後就用手指 等一下我們讓義大利麵加進來之後 攪拌均勻之後 我們再一下 因為等一下我還要跑羊奶瑞克打進來 羊奶瑞克打進來 所以現在這個階段 我不會再另外多加鹽 而且煮義大利麵的時候 裡面會加粗鹽 我也有加粗海鹽 好 先這樣 我們來等義大利麵 所以我會建議你 你的麵請煮到八分熟就可以了 好 接下來我們加上 瀝乾的義大利麵 拌一下 這時候非常簡單 只要一根木齒就好了 接下來什麼不用做 烤箱也關了 火也關了 超香的 然後呢 接下來我要介紹一下 這乳酪 這乳酪很厲害 這個是羊奶瑞克 Ricotta di pei cola 然後它裡面有一些 你可以看到這個紅紅 這個是辣椒 然後它的顏色不是白色 是有一點亮橘色 就這樣 你愛吃多少你就跑多少 要再加一點胡椒 胡椒 胡椒很重要 再攪拌均勻 有點乾 就是 再加一點油 橄欖油下的卷 增加它的那個潤滑 潤滑度 來嘗一下鹹度 嗯 好好吃 完美 完全不用做任何調整 就這樣 做涼拌 義大利麵有件事情很重要 你要讓它休息 因為你沒有其他熱源 所以你的麵 雖然會吸收 就是調料裡面的 所有汁水 可是你要給它更長的一段 休息時間 讓所有的材料 做更好的融合 所以我會建議 你如果在家做這種 涼拌式的義大利麵 全部拌完之後 至少再給它大概 20分鐘的休息時間 再回來吃 風味會更 耶 我們的小番茄麵煮好了 我跟你講 涼拌義大利麵 隨便擺盤 隨便好看 你看我隨便擺一下 拍起來超漂亮的 就看了心情就好 對不對 好 我現在要來叫帕哥吃 OK Bibi 現在要做什麼 要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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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因為沒有在現刨 Ricotta被帕哥扣2分 然後他剛才說 他剛才說 你拌在麵裡面的Ricotta是一回事 你現刨在上面 又是另外一回事 兩個是不一樣的風味 兩個是不一樣的風味 這樣你 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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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贊成 我贊成 他跟剑袍那個 ricotta上面之後 整道麵變得更漂亮 更有立體感 好了啦 要我吃一口 讓我吸一口 剑袍是貝殼的 好好吃喔 它不是熱的麵 它是涼的麵 可是好好吃 它的層次好多 小番茄的酸甜 而且它是濃縮酸甜喔 它的果汁整個被濃縮酸甜 被吸到麵耶 有麵有麵香 再加上羊奶為何打那個creamy的羊騷味 再加上羅勒清爽的香草味 perfect 我跟你講perfect 如果你有加辣椒油 所以還是口味可以扣一分 到底是要吃多辣 我就不能吃辣椒啊 欸帕哥已經 等一下 帕哥已經在吃大盤的了 非常推薦 就是各位在家裡試做這道菜 非常適合夏天的快速義大利麵料理 如果你也做了 不要忘記分享你的成品照片 到我的臉書上 然後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喔 我希望看到大家的作品 祝大家好胃口 Bon Appetit Ciao Ciao 你知道 是台湯 Eco 呢 semi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